职场契机第四课 福人以利一些 每个人都需要有个人 创世纪二十四章一到二十七节 一天一个佣人非常生气地告诉他的主人 你看虽然过去好几年 我对你如此忠诚 但你一点都不信任我 我不想再服侍你了 主人问 怎么了 我信任你啊 这就是我把房子的所有轮食 包括保险箱的轮食都给你的原因 普人说 不 我肯定你不信任我 主人问 此话怎讲 普人说 我试过所有的轮食 没有一条符合那保险箱的 在创世纪第二十三章 亚伯拉罕埋葬了他的妻子萨拉 在十九节 现在他已经年纪老迈 一百四十岁 伊萨出生时 他一百岁 在二十一章 五节 伊萨四十岁结婚时 他一百四十岁 在二十五章 二十节 伊萨还没有结婚 母亲就去世 他就有了情绪问题 二十四章 六十七节 然而 亚伯拉罕的帮助 不仅仅在耶和华神 也在他老仆人 工作上 你是怎样的人 你与雇主 上司 或同事之间 是什么关系 你如何能在工作上 荣耀神 为什么工作 不仅仅是工作 而是对我们价值 言行 和见证的考验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 向来在一切事上 耶和华都赐福给他 亚伯拉罕对管理他 全业最老的仆人说 请你把手 放在我大腿底下 我要将你指着耶和华 天地的主启示 不要为我儿子 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 你要往我本地 本族去 为我的儿子以撒 娶一个妻子 仆人对他说 倘若女子不肯 跟我到这地方来 我必须将你的儿子 带回你原初之地吗 亚伯拉罕对他说 你要谨慎 不要带我的儿子 回那里去 耶和华 天上的主 曾带领我离开 富家和本族的地 对我说话 向我启示说 我要将这地 赐给你的后裔 他必差遣使者 在你面前 你就可以从那里 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 倘若女子 不肯跟你来 我使你起的事 就与你无干了 只是 不可带我的儿子 回那里去 创世纪 二十四章 一到八节 一间领袖 与管理研究所 透过一项 对一千多名员工的调查 发现 很少员工 会为奖金 而更加努力工作 能够激励 努力工作的 主要因素有 从工作中 得到乐趣 百分之五十九 所得的薪金多寡 百分之四十九 和同事 有良好的相处 百分之四十二 受到经历的公平对待 百分之二十二 对自身的工作 有多大的自主权 百分之二十二 奖金 百分之十三 根据另一项调查 是什么原因 导致员工失望呢 有近一半 百分之四十八的员工认为 他们觉得有点 或根本不受赞赏 他们所做的工作 没有被赏识 是让他们在工作中 感到失望的最大原因 事实上 工作不被赏识 几乎是受到批评 百分之二十六 和工作量繁重 百分之二十五的两倍 亦是工作与生活间 失平衡 百分之二十三的两倍以上 还有是 自己所做的工作 被别人领工 占百分之二十二 深受亚伯拉罕新任的仆人 掌管他所拥有的一切 大概是他的管家 以利亦 在KJV版本的 《创世纪》十五章二节 以利亦是一位 杰出和模范的仆人 或雇员 一个梦寐以求的职员 一名劳工模范 名词主人 在第九节 在第二十四章中 出现了二十四次 比圣经中其他章节都要多 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以利亦是称呼 亚伯拉罕或以撒威 我主人或我的主人 有二十一次 在十四 三十五 三十七 三十九 四十二 四十四 四十九 五十四 五十六 六十五节一次 在十二节 出现两次 在二十七 三十六 四十八节 出现三次 在亚伯拉罕身边 没有人像以利亦一样 可靠 守本分和殷勤 以利亦的忠诚 是不容置疑 无与伦比 和无懈可击的 年老的亚伯拉罕 对有能力 忠诚和关心的以利亦 倾注了他的心 灵和关注 亚伯拉罕选择 命令和委派以利亦 成为圣经中的 第一个誓言 在第八节 更多的是 为了阐述亚伯拉罕的心境 而不是怀疑仆人的可靠 亚伯拉罕连续不断地 对以利写说 两个不要 在第三和第六节 和一个指示 在第八节 你不要为我儿子 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 在第三节 你要谨慎 不要带我的儿子 回那里去 第六节 和指示 不可带我的儿子 回那里去 第八节 仆人可能是和他主人 从故乡哈兰 而来 在十二章五节 亚伯拉罕不希望他拥有 或怀着带同自己儿子 回到故乡的想法 亚伯拉罕的命令和关注 对以利写来说 并不是侮辱或审讯 忠心的仆人 对他虚弱的主人 没有任何不尊重和漠视 对以利写来说 被委以重任 替少爷选亲 是自豪 而不是自怜的事情 在圣经中 以利写是已知的第一 也是唯一的管家 在KJV的十五章二节 也意为继承认 在NASB RSV和ESV 和拥有者 在ASV 信徒圣经著使 解释西伯来短语 Bimashat的字面意思是 拥有继承权的儿子 有人称他 林班 吉约翰 John Gill 家庭的总务或总监 惠登 Wedden 和大户人家的大管家 贾米森 弗塞特和布朗 詹姆森 弗塞特和布朗 然而 他是亚伯拉罕仆人中 唯一记载名字的 被认为是 家庭 儿子和亲戚 而不是外人 外邦人 来自大马士哥 在第二节 和奴隶 二 工作要殷勤和果断 Be diligent and decisive in service 仆人就把手 放在他主人 亚伯拉罕的大推地下 为这事 向他启示 那仆人 从他主人的骆驼里 取了十匹骆驼 并带些 他主人 各样的财物 起身 往梅索 布达米亚去 到了 拿赫的城 天将晚 众女子 出来打水的时候 她便叫 骆驼 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 她说 耶和华 我主人 亚伯拉罕的神啊 求你伸给我主人 亚伯拉罕 使我今日 遇见好机会 我现今 站在井旁 城内居民的女子们 正出来打水 我向哪一个女子说 请你拿下水瓶来 给我水喝 她若说 请喝 我也给你的骆驼喝 约纳女子 就做你所预定 给你仆人以撒的妻 这样 我便知道 你生给我主人了 创世纪 二十四章 九到十四节 我过去 经常给我的妻子 买鸡蛋 因为她多年患病 以致身体虚弱 她要小心 选择所吃的东西 因为她胃口不好 为她选择鸡蛋 极不容易 鸡蛋的大小 对她来说 可能太小 或太大 我需要决定买 来自马来西亚 泰国 中国 还是丹麦的鸡蛋 此外 还有普通蛋 牧场蛋 和有机蛋的分别 有一次 我决定买半搭丹麦的农场蛋 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因为蛋黄 比大多数鸡蛋都要大 而蛋清则太少 大大减少了 她从蛋清中所需的蛋白质 以利蟹是无私 真诚 聪明 和热心肠的 她是亚伯拉罕的得力助手 但她不是唯唯诺诺的人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 以利蟹并不是一个挑剔 急躁或笨拙的仆人 但不得不为自己思考 和解决所面对问题的各种可能性 以及界限和禁忌 在创世纪二十四章五到六节 毕竟她的主人现在太老 离她太远 跟她太不一样了 以致不能及时帮助她 那一千二百公里长的旅途 会杀死这位极损受尊敬的长者 以利蟹是个独立自主的人 他是圣经里四十五个如果 What if的实例中 唯一的问 若不 在第五和四十九节 紧随其后的是 他用西伯来语 和主人核对的一个双重的代字 在第五节 为防止错误 误解和误判 他记下亚伯拉罕给他的命令 职责和选择 仆人还得迅速地安排这次旅行 准备下一步 毕竟他要走一千六百公里的旅程 去到迦勒底的乌尔 大约是从香港到广州距离的十倍 旅途需要有许多计划 准备和人手 旅途中驾驭石头骆驼 在第十节 跟随的人 在三十二节 和财物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财物 在第十节 第一次被引入圣经 除了人手 动物和距离之外 还要考虑气候 陌生人和强盗 他甚至困扰 遂祷告说 耶和华 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 求你生给我主人亚伯拉罕 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 在十二节 动词 遇见和诗 在十二节 是起始句 表示他的果断 决心 信靠和背水一战 他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的外邦人 在二十六 四十八 五十二节 这短语在此章 较在圣经其他章节里 出现更多 称神为耶和华 亚伯是犹太人的用法 在本章出现了九次 在十二 三十五 四十 四十二 和五十六节一次 在二十七 四十八节 出现两次 后来 拉伯就承认耶和华的名三次 在三十一 五十 和五十一节 以利以谢 确实是一位出色 蒙爱 和蒙福的仆人 他在亚伯拉罕面前 从不称呼他主人 但在别人面前 显然称亚伯拉罕是主人 Master 在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九 四十二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四 五十六 六十五节 各一次 在十二节出现两次 在二十七节 出现三次 NIV版本 一共十六次 超过全圣经二十八次 出现主人的一半 他的忠诚是无限的 不仅亚伯拉罕是他的主人 妻儿子伊萨 也被称为我的主人 在六十五节 三 工作要有洞察力和策略 Be discerning and diplomatic in service 话还没有说完 不料利百加尖头上扛着水瓶出来 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 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 拿和妻子密家的儿子 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 还是处女 也未曾有人亲近她 她下到井旁 打满了瓶 又上来 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 说 请你将瓶里的水 给我一点喝 女子说 我煮请喝 她就急忙拿下瓶来 拖在手上给她喝 女子给她喝了 就说 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 叫骆驼也喝足 她就急忙把瓶里的水 倒在草里 又跑到井旁打水 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 那人定睛看她 一句话也不说 要晓得耶和华 刺她通达的道路没有 骆驼儿足了 那人就拿一个金环 种半色可乐 两个金着 种十色可乐 给了那女子 说 请告诉我 你是谁的女儿 你父亲家里 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 女子说 我是密家与南河之子 比图里的女儿 又说 我们家里 足有粮草 也有住宿的地方 那人就低头 向耶和华下摆 说 耶和华 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不断地以慈爱 诚实待我主人 至于我 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 只走到我主人兄弟家里 创世纪 二十四章 十五到二十七节 因报纸上一则广告 一个年轻人申请一份 摩尔斯电码操作员的工作 他去到广告上面列出的地址 当他到达时 他走进一个嘈杂的大办公室 在背景声中 一封电报的啪嗒声响了起来 前台上的一个标志 指示求职者 填写一份表格 然后等候 直到他们被交换 进入里面的办公室 这个年轻人 填完了他的表格 与其他七个等待的申请人 坐了下来 几分钟后 年轻人站了起来 穿过房间 到里面办公室的门 静止走了进去 当然 其他人醒神起来 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大胆 他们喃喃地说 他们还没有听到任何叫唤 大家满以为 那个走进办公室的年轻人 会因误会受到斥责 并立即被取消资格 几分钟后 面试官陪同这年轻人 从办公室走了出来 他向其他求职者说 先生们 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 但是这个空缺 已经被这年轻人取得了 其他申请者 开始互相抱怨 然后其中一人说 等等 我不明白 他是最后一个进来的 我们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然而他得到这份工作 这是不公平的 面试官回答说 当你坐在那里的时候 电报已经发出以下资讯 如果你明白这条资讯 那么就进来吧 这份工作是你的 毫无疑问 历百家是一个极其俊美的女子 在创世纪24章16节 但这不是用来定义她的 萨拉是俊美的 在12章11节 但历百家是极其俊美 在24章16节 然而在文章中 重复的最多 用来描述和定义 历百家的 是吉蒙这个词 他出现了三次 在18 20和46节 除此之外 他还跑到井旁 在20节 老仆人祈求一位候选人 不仅能在他请求的情况下 给他一瓶水 而且还主动给他的骆驼水喝 但他从不曾想到 他的态度比他想的还要更好 他的祷告是要给骆驼水喝 但他坚持要为骆驼打水 直到他们喝足为止 在19节 请注意 老仆人在与历百家见面时 改变了剧本 请求一点水 在17节 而不是一瓶水 14节 历百家多走一里路 吉蒙拿下瓶来 拖在手上给他喝 在18节 希伯来经文三次说 喝了 他给他的一瓶水喝了 在19节 他们和骆驼喝足了 在19和22节 更令人惊喜的是 老仆人听到一个年轻女子 叫她我主 在18节 她有耐心 礼貌和积极 她并没有因为那是一个卑微的仆人 完全的陌生人 和可能是年纪老迈的人而避开 历百家那天的耐心 利百家那天的耐心 没有失去作用 给湿匹骆驼喝足水 不是开玩笑的事 在第10节 即使骆驼在井旁得到很好的休息 在11节 在11节 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 骆驼一次可以喝100到150公升的水 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时间 那人跑 在17节 去见利百家 但她从来没有想到 一个女子也会跑 跑到井旁打更多的水 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 在20节 她是旧约中唯一的女运动员 在20节 此外 她的行动 急忙 在20节 和到 都是动词的PL强烈形式 本章中提到了打水 这个动词八次 在11 13 19 43 44 45节 各一次 在20节 出现两次 我想你可以说 这是一项累人 繁重 单调乏味的运动 除了往下 走一段台阶 然后打水 她还得打满了瓶 在16节 拿下瓶来 拖在手上 在18节 然后倒空她的瓶 在20节 三个与瓶有关的动作 仆人曾八次 说出并承认耶和华的名 在35 40 44 56节 各一次 在27 48节 出现两次 用于考验 历百家的信心 拉班也多达三次 提到耶和华的名 在31 50 51节 莫怪乎 耶和华的名字 在本章中出现了19次 比创世纪中的任何章节都多 到最后 以利线行使她的自由 表明底线 在33节 和责任 她没有干预那狡猾 和精明的拉班 雅各的未来岳父 她以两次命令与其 告诉我 在49节 来说服 提醒 和缠着拉班 以获得答案 她一两次 以打发我走 在54和56节 来避开拉班的拖延战术 55节 结语 有人说 忠诚是稀缺资源 一个良善 而忠诚的仆人 是一个有生产能力 通达和忍耐的人 他不是一个 易惹怒 有问题 或爱表现的人 你知道 你老板的心思 和意念吗 你和雇主的关系 好吗 敬重他吗 老板的恐惧 和不足是什么 他的梦想 和喜悦是什么 你对工作 有动力 灵感 和兴趣吗 无论岗位 部门 或处境如何 让我们学会 亲近上帝 人与人之间 彼此信任 和鼓励 感恩 真诚 亲切地服侍上帝 和别人 查经讨论 创世纪 二十四章 一到二十七节 仆人领受差事 一到九节 一 亚伯拉罕 对管理他家业 最老的仆人 有什么吩咐 二 仆人有什么问题 三 在这世上 耶和华有什么角色 仆人求神带领 十到二十节 四 仆人有什么行动 第十节 五 仆人如何求神带领 她求什么 她是随便求一个征兆吗 十二到十四节 六 仆人观察 利百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 十五到十八节 仆人感恩赞美 二十一到二十七节 七 仆人在完成任务中 有否经历神 她如何感恩赞美 仆人完成差事 二十八到六十七节 八 仆人到拉班家里 她如何完成差事 为什么 她不愿多留 九 拉班和比土利 如何回答 十 利百家如何回应 五十八节 十一 仆人如何完成任务的最后一步 六十六节 十二 列出这段中 有关仆人的敬拜的经文 应用分享 一 作为一个雇主 你会把重要的任务交给谁 你有什么考虑 你依赖神 还是相信人 你会如何交托神 寻求祂的引领 二 作为一个雇员 当你得到一个任务时 你会如何交托神 寻求祂的引领 要是任务很难 或超过你的能力范围 你会如何面对 三 你在工作过程中 有经历过神的带领吗 你会在每一步寻求 并敬拜祂吗 举一个例子 四 在世上忙碌的工作中 你会觉得工作和完成任务 跟我们的信仰脱节吗 举一个例子 再默想 你如何经历体验神的信实和慈爱 小组分享 一 与组员分享职业生涯里 一个经历神带领的经验 和感恩之处 二 与组员分享一个方法 提醒自己 不要在工作中忘记寻求神 彼此鼓励 职场戏机 作者 叶浮成 莫瑞英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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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说